好了 鄉親繼續來看這個 房市的教育 最近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在這個六都 有超過四千別的組織 都是親友好想在買賣 而且這個買賣的介紹 都比行情寄進多 像在這個鄉北市的市區 一平的經營價七萬塊 那本地一平是要一百多萬的 原來是在軟化入的空缸 為了要來生這個土地的政壇 所以用買賣來代替政務 這如果去國稅局查到 那是要報稅 一平要一百多萬 多少年輕人買賣 不過有人問去 被媽家家出家 燙燙賣給他的孩子 那第二代買不起 所以只好就靠第一代 把房子過付給第二代 所以這樣的方式以後 會慢慢變成是一個常態 最近的設計定錄 會出現這種現象 在六個月有超過四千別的主帖 都是陳里夫教育 新北市一千一百 二十九行最多 所以是台北市 高雄市 東市 台南市 台東市 這個教育的行情比市價還價 在三百個人林区 甚至出現到單價只有股意所 超過的行情 紀例來說一元可能只有七萬塊 原來有人想要用買賣 來出台政府 先土地 政貸稅 進一步來調查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假買賣 真正宜的一個行為 那如果這種情形之下 可能將來可能會面臨 一個不稅送罰的問題 如果買賣方式 只要繳這個主帖 用地十八的稅率 不過如果政府就不一樣了 相信可能就要繳土地 政貸稅四十八 用買賣方式 減少很多稅 不然有人想要繳這個勞動 但是國稅局都會去找 若是這個最好的事情 是假賣賣 真正宜的 那是比對費 減少的稅金